中国石油大学回应了 说这个董教授虽然是这个逛街女也姓董吗 叫董什么锦呢 董思锦呢 说这个没关系 不是七属关系 但有人立即问不是七属关系 是不是这个叔叔关系 当然了 学校的这个回应呢 就好像我昨天看一个做科普的一个大哥说 你要做回应的时候 你得认认真真的做 做好这个工作 要不然的话 你越回应你麻烦就越大 因为你越回应漏洞就越多 首先就有朋友提出来的 说你如果是这样 你为什么把你这条这个声明 你关了评论 你什么意思 是吧 你不是正大光明的一个声明吗 你这个评论不应该开着吗 如果你这个评论开着 一些个人对你这个声明有意义的人可以跟进来呀 你这样你关了什么意思 这是他一个疑问 二一个疑问呢 说这个 他这个少数民族身份是怎么回事 说一般人的理解 似乎只有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才有加分 他怎么 他怎么还有这个藏族身份 你看他像藏族吗 这个人 你从哪里看他像藏族的 你还真的实测 你以后你要改回族 改其他民族好一点 唯独你改藏族 你真的是有点问题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藏族那里 日照时间比较长 那个肤色各方面就不 确实是不太一样 但我们也不否认藏族同胞跟这个 内地的人区别不大的 但是这个不多 是吧 这个董少华是他的这个 导师 就是这个人 那么也还有人指出来呢 说这个年龄对不上 他很年轻 如果他是他的女儿的话呢 应该他是在 研究生就生了这个孩子 很多人立即就跟进 说研究生生孩子 有什么奇怪的吗 是吧 这个也毫不奇怪 这是一个回应 另外呢 这个董思锦呢 就是这个女侍族啊 是被捕入进的 这个私有大学 那他们疑问的就是 这个补录的这个事 你给我们说的 说到是怎么回事 啊 2021年高校毕业生 招聘 录用后和地补人选公事 你把这个补录的这个事 给我们念的念的 等于现在中世游大学 我不知道怎么看了 是吧 我要看他 等于他越回应麻烦越大 那你把这些个问题 你都给答复答复啊 再讲讲啊 是吧 他这个少数民族身份 是怎么回事 他补录这个身份 是怎么回事 是吧 你给讲讲啊 这些个事 所以说这个 他的这个回应 说这个人跟他们 这个学校没有 起属关系的老师 没力量 大家不认同 评论 连个账都不舍得盖 评论都不敢开 发给谁看的呀 拿这个考验干部 这是错中了干部的原类 不是七十五关系 那有其他关系吗 烟草石油电力 都是内部招聘 学校此刻慌得一逼 为啥他都当了研究生了 还去当小三 有人把他家私家的箱片 好像这一顿贴出来了 这个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 就是你越搞事越大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这好像那个老鼠头 那个事 老鼠头 现在大家可能都忘了 已经 这里连视频都扒出来了 现在 这是有意测花的吗 如果连视频都有 说这个两个人在酒店的视频 现在都出来了 离谱了 震惊